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今天要找Wix聊天 很久沒見 別來沒樣 不過環球資產市場似乎不太好 真的嗎 對 上個星期見到很多不同類型的資產 關連性出現 然後波動性擴大 不單是環球主要股市下落 債息下落 商品下落 Bitcoin那些資產下落 黃金依然咬著一些高位 有些人說是否像重返8月5日那種大型股災的預演 我看上星期五個重頭戲就是飛龍 飛龍之前大家都覺得 18日那個FOMC meeting 是減25還是減50 大家還對著那個 meeting 我看上星期五個大型股災出了一百四十多 射中柱 不知道是射彈出 對 也差過預期 差過預期 但是 但是職場反應就是 不知道究竟是25還是50 但是如果看清楚一些 就是那個失業率是 所以是跌回到0.3% 是跌回到0.3% 是跌回到0.4% 就是4.3% 跌回到4.2% 就是跟預期一樣 但是跌回到的方向 那個時薪是升了上去 0.3% 升到0.4% 所以我看到有些分析 飛龍那麼差 14萬多要減50 但是你想想 失業率在跌著 時薪在升 又怎麼減50 很奇怪 如果你減50 當然我們現在還有十幾天 還有十星期天 還有一個失業率 還有一個通脹率要出 但是我覺得那個數字應該影響不到 所以如果以昨晚 即星期五晚的飛龍這樣看 就應該是25 本來25是沒有事的 本來25是OK的 經濟是OK的 25 但是美股為什麼在最後插下去呢 我聽到很多人解釋 就是眾說紛紛 我覺得最大的擔心就是 那個市場覺得25是不夠的 雖然你的數字 就是數字拼不到你去減50 但是你也要體諒一下 經濟其他情況 所以有一部份的人 是覺得應該要減50 其實因為你只是單看 飛龍新生的職位 那就難認定的方向 但是你看到它之前 起碼兩三個星期的數據 譬如你的Joints 那個Jump Opening 你又跌到2021年最低 然後你ADP的新增就業 又三年最低 然後你ISM製造業又是繼續差 其實大家都是傾向 已經開始Price 其實50沒有問題 其實在我作為 如果投資者的角度 如果他們覺得減50沒有問題 其實就是好事 但你也期望現在在星期五晚收好之後 就覺得50只有三成 是啊 跌下去 25都是七成 一定會減的 但是減25的機會會高一些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很尷尬 因為數字不支持聯儲局 因為聯儲局說是Data Dependent 我看著數字 喂 減不下手的那50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減了一次50 我沒有理由減一次50 然後2525 很奇怪的 這一次什麼原因要減到50 又不是說很緊急 如果飛龍跌低過10萬 那又不同 或者失業率升到4.4 4.5 又不不同 沒有原因 我看兩個聯儲局委員出來說 他們說我們覺得 這個職業市場是在降溫的 一應一夾的 是在降溫的 不過暗時不是急到那麼緊要 正常的慢慢降溫 其實我同意這個看法 是啊 我同意這個看法 所以 但我也尊重市場 有些人覺得 未來真的有衰退的風險 坦白說我覺得減25和50 不是真的分別那麼大 其實也是 但對於聯儲局的操作就是 我減了一次50 我沒有理由跟著25 因為你的市場不斷逼我 是啊 每次50 我不是很暈倒 經濟就是以為 市場可能會想一下 如果真的每次50 反過來很害怕的 所以其實是很麻煩的 不過我覺得利率這個因素 或者就業市場這個數據 是一個因素 你問美股 或者為什麼要Risk Off 其實我覺得有另一個因素 我覺得更加 怎麼說呢 更加大的影響力 就像你提到8月初 日股插一插 美股又插一插 其實整個9月到10月的波動率 應該都會是升的 每一年的季節性效應 就是由9月中開始 就會升到10月中 但是今年再加上選舉的週期 選舉週期就是 選舉前11月5日前兩個月 都是傾向升的 所以現在就OK 季節效應 再加上選舉效應 再加上現在選舉的形勢 又真的不是很明朗 真的大家兩個候選人 即是50-50 所以其實我想 在9月1日開播 第一天都未出其他數據 第一天有大行出來說 小心9月的週期 然後有人Front Run了他 他這樣說 有些人說 9月中你要小心 我的波動率會升 然後9月初就有人炒過那個波動率 所以我覺得 今個9月到10月底就小心一些 我相信那個波動率真的會升 都是 其實挺配合 以往一直講的 大家 其實我見8月已經有很多報告出來了 就是要預防每年的9月 拿了長期的平均表現出來看 就說自1950年到現在 其實標普500 9月平均都要跌差不多0.7% 當中有40%左右機率是上升的 然後我見有份大行 簡直是細緻到9月中最後11個交易日 你也在這個圖上 9月中開始升上去 是的 配合這次的時間表 包括有聯儲局的議息 然後你還有日本央行的議息 然後就選舉 其實所有的大事都會 集中在這兩個月 你倒個窩 其實這次比買單邊好很多 還有你中了一次 因為你7月尾8月初已經中了一次日本 波動率7月尾8月初已經升了一次的 日本股市 雖然每一年升的原因都會有些不同的 不一定是這麼準期 這麼準過一天的 但是就是說 7月至8月升了一次已經中了 今次中的機會很高 像你這樣說 整個數字的因素 今個星期二又有個總統辯論 可以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所以我就覺得 波動率升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我們說波動率 當然股市會下跌壓力大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波動大 以及會轉得很快的方向 就算你炒得對方向 你都要想清楚 你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就算你適合哪裏都好 你可以一晚或者當日就可以轉回方向 所以波動了升 除了說波幅大了 下跌的壓力大了 轉的頻率都會快了 其實市場呢 因為配合這麼多不同的消息 其實他們是很簡單地 抓住某一些的東西 就可以製造話題 甚至是噪音 令到市場的波幅確大 剛才你說 雖然我們距離未來一兩個月 比如總統大選之前 都還有一次聯儲局的議息 11月下遲 是的 11月下遲 是選舉後 是選舉後兩天 9月18日 是選舉後幾天 但是我們就說 之前曾經說 你說8月初的拆倉 其實大家是關心美國經濟衰退 那個程度是什麼 從而其實都很影響 從來股市的方向 譬如你參考以前 當經濟硬著陸的時候 其實你如何減息 你減息的原因 是會導致之後 市場的未來六個月 是一個很清晰不同的走向 軟著陸之後 減息就可以升15% 硬著陸之後跌10幾十個% 這個圖是減息 如果減息 經濟沒有衰退的就升 如果一開始減息 經濟衰退的就跌 很簡單 即是現在倒軟還是硬 不過這個是減息後開始計 現在還沒開始減 還有一個星期 還有一個星期 我想上回上那個圖 首先你上那個圖 這個 因為這幾個星期 很多人傳這個圖出來 很多大行出來說 可能這個圖有點深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之前的兩年 一直高過十年期債息很久 我們說到掛了 到最近這個時間 你看到那條線 剛剛慢慢上去靠零 就是兩年和十年差不多打和了 就變回一點傾斜 就是變回一點傾斜 以前的說法就是 你倒掛就預告衰退 但是現在大行再修正一次說法 就是不是倒掛預算衰退 是由倒掛變回靜掛才開始衰退 因為你看到灰色的地帶 但是自然是由倒掛轉回正向 那就是開始衰退 但是我覺得這幾個圖都很密 特別是這個九月開始 我們說九月開始 小心九月效應 所以不是拿一些東西出來 是的 我回到自己的看法 我是不相信硬著陸的 OK 我是相信軟著陸的 只不過因為九月 很多大行要炒波動 就儲齊一些壞事出來說 第一 上次有日本崩潰 崩市 崩跌 這次日本已經站穩了 是的 那你找些美國突然間 全美國衰退 接下來要減50 你不減50 你減25都會死的了 就是要做到你的市 九月一定要幫動 一定要調整 最後一個就是AI股 哦 AI股的回落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這個圖 很多人拿出來之後 很少人拿聯署局更喜歡看的 三個月和十年出來看 因為三個月和十年 那個姿勢曲線倒掛依然是深度倒掛超過一堆三 所以我就更加覺得怎樣提出的話題 其實大家拿著這張圖 就是想個美股波動線 就是解話 就是嚇氣嚇你 經濟衰退 要不就減50 你不減50就死我看 是的 這個大家拿來做一個指標 先參考一下 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因為你剛才的話題 是引照大家說 科技泡沫是否爆破 沒辦法 因為M7之前升得太厲害了 美股的超級大牛市都是AI造成的 是 但是你自從英偉達出完業績之後 你見過了那種跌幅 然後黃銀昏 是不停地減錢 減錢應該超過6億美金的貨 市場不停地拿來做新聞 死都不放過它 他的業績真的不是那麼差 都堅強挑骨頭 我覺得上一次 8月初那一次就是日股 日股做最灰禍首 這一次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NVIDIA做禍首 因為出了他的業績之後 沒錯 你說他升得不錯 但是我就看回 比如右手邊的圖 是講回去叫做 歸道盈利 按年那個盈利 歸道盈利的 Year on year 他升的 就是他現在project 下一季都升很多的 按年升七十九三八十 但是你一直跌下來的 問題是你之前那幾個 是一百多二百多 所以問題就是 沒錯 你的按年那個盈利 計算你project 那個 就是你預計下一季 都還是很大的盈利增幅 都升幅 但是同比已經一直跌下去 那你的股價 反映你的同比 就是說你不能保持著 二百多的percent 升上 那個股市就扔回你下來的 這個問題就是每一隻股票 去到某一個地步都有一個極限 你怎能夠每年一路升二百多 三百多的升上去 也都引起很多話題 就是會不會現在只有你賺錢呢 其他人買了你的晶片 那些可能沒有錢賺的 如果買了你的晶片 那些沒有錢賺 遲早他都會買少一些你的晶片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 不是很多AI的所謂服務 產品 還是研發階段 很多人用 甚至CHAT GDP 不是沒有 少許多人用 少許多人說 少許多人用 所以最初沒有想到 很精彩那種AI互聯網 很厲害的世界 還未出現 可能再過幾年 所以就變成要回一回的氣 即是你都買了 接下來的科技股 其實純粹 當然因為第四次工業革命 那些人說的 你出了是回不了頭 但是當你的股價升到 有少許偏離了 你基本的認知 其實只是要做一些回調 而不是災難式地 我覺得一定要回調 因為你不可能二百多 還有機會三百多 四百多 不同所以 最慘的是同一時間 是其他的 剛才你說過M7 M8 他們買了晶片 那些人沒有錢賺 所以 跟著下去看其他 這些所謂科技企業 或者一些 準備投入AI企業 AI競爭的那些 扔了很多錢 究竟他們能不能回本 因為他們扔了很多錢 所以今天講的那些ROI 即當投資回報 究竟能回到多少 就是去到這個位置 股值比較stretch的時候 大家就會拿這些 是的 現在只是講這兩個月 他就用這個固制來插這兩個月 但其實都不是 有些RO美股 或者依然熱愛美股 就會說是科技股落 反而是好事來的 因為你見到市寬 其實是慢慢擴闊一些 即是你過一段日子 見到一些傳統的經濟股 譬如你道指和羅素2000 是一度幾大幅度 跑贏科技相關的股份 OK 肯散下去炒一下 不是集中在他們那裏 證明美股後續的承托力在這裏 所以我都說信遠著陸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月是震的 就是要買的 要買的 因為我剛才看過波動率 11月後就跌下來 波動率跌下來 結果股市就升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無論哪個候選人都會花錢 對不對 還有哪個候選人都會減息 想不到有什麽原因 美股先升完 只有一個原因 首先我們看圖 就是硬著陸 但是聯儲局還有500個basis 即是有500個基點都未減 如果有500個基點都搞出硬著陸 那就麻煩換人 特朗普換了他 特朗普換了他 可能先換了一個人 因為學金利又換了一個中央人 他有500點子給你減 你都未開始QE 怎會硬著陸 就是嚇你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月 第一你小心被嚇 先震了他 你拿著一些科技股 你拿著一些美股 就找位置 這個就是大家要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像歷史所說 接下來我們9月的下半旬 開始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回調 直至到選舉日 這個就是歷史告訴我們 不過我覺得 去到很害怕那個時刻 很多人都不敢入 但現在不是 我們回憶一下 8月5日日股崩跌兩成 美股那晚崩跌 不知七至八成 有多少人敢入 如果這個9月中 去到10月中重演一次 又是一家人都是 大家坐在那裡看著 很害怕 所以就是要心理準備 跟自己說 要有一個很強的意志力 如果9月和10月 這兩個月 有一個很大的調整 波動都升得很害怕 我都要賣一點點 我想說 兩大因素影響大市 第一就是究竟減息減多少 我們剛才說 第二就是究竟大選如何 左右了接下來美股的走向 因為原來在大選年 再拍入去 9月 10月 11月 波動性是比起以往 不是大選年 是更高的波動性 所以這個 今天要特別小心 所以是 那就好玩了 但是有些圖就告訴我們 逢親大選年 9月開始都跌過 選完就OK了 所以不是還 這兩個月主要是嚇你 所以很多大學都寫了 故事來嚇你 是的 起碼你這麼多次大選 除了08 但是08一次沒得說 因為有另外一些因素 因為當時08已經是雷曼了 應該是 因為08是 07開始 9月中秋節雷曼 我最記得 是08年 然後已經11月選舉 10月鼓災 接著兩個月已經雷曼 金融海嘯了 所以08可以不看 其他幾年都是傾向向上的 所以選舉完 應該就是 哎 一天光光了 不過看看今年選出來 是不是 有沒有交喊 我想說有交喊 大家留意著 星期三 早上 先喊一場 對 先喊一場 第一場他們的對決 但都還沒有開咪 所以都爭不了 都是喊不到 希望他們禮貌 第二場可以吵架 是的 十月那場可以開咪 那好看 第二場大家可以對罵 第一場預演 第一場是認識咪 認識咪 不是對罵 是單獨罵你 很難說的 你特朗普那些格 就算不開咪 他罵但是開不了咪 但是他開分咪的時候可以罵的 也可以罵 是的 十月三早上九點 我們的時間 要看好看 應該是好笑的 聽說兩位候選人 都已經進入了 是反覆操練的狀態 這個好看點 因為你賀錦麗做得檢控官 大佬不會差到哪裡 是的 他們的民調其實之前挺有趣的 因為拜登決定退選之後 賀錦麗上 然後你看到他的支持度 全國民調來講 他是慢慢由八月抽上來的 這樣一度就高過特朗普 但是去到今早我臨做節目 剛剛你回來就馬上 調著牙 剛剛被人翻盤 剛剛被人翻盤 輕微高翻過去一個盤點 我們先當他打和 因為這些盤轉了太快 我們當他打和 應該是很接近的 因為有時候我很喜歡看賠率多一點 我每次的總統大選 我都喜歡看賠率多一點 如果賠率我告訴你 是特朗普翻了盤 真的嗎 翻轉頭 有些賠率回到很高 六成多我都看到 但我覺得比較可靠 應該是 是贏了三五個百分點 如果你說賠率 因為之前大家就說 本身賀錦麗的勢是好一點的 起碼他依氣爬少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覺得 喜歡他笑 還有他打那班的階層 其實跟特朗普 是真的完全很不同 是 一些少數族裔 又或者一些貧苦少少的 又或者一些中產家庭 因為他整個政綱 都是比較在經濟面上 減低生活成本那方面較激進 但特朗普比較鮮明的 就是行企業那方面的支援 所以股市喜歡他的 股市喜歡他的 不過我想說 我們現在看的號碼 都是這麼接近的 49點多對49點多 可能這兩次 都是49點多對49點多 我想說一件事 怎樣 有什麼事 有一個叫tie break 我以為你做了什麼 沒錯 打網球都有tie break 你選舉都可以tie break 你又不是 不能同票 有一個機會同票 不過我不是說同票 同票都有機會 不過我不說那個機會 我不說那個scenario 我說不是同票 不過是爭取票 一爭取 爭取 爭取 因為我說你 上次不是爭取了 上次不是爭取了 上次不是選完那天 沒有結果公佈 拖了24小時 就是說有些票未來 有些不真正的票 然後再重新點 就當作說你做票 所以這次如果你的差距是很小的 萬一有些人說你做假 有些人說你電子做假 可能大家接著就對駁公堂 第一對駁公堂 第二就是大家的候選人不認輸 或者支持者不認輸 有機會製造一個所謂社會不安 一個所謂 civil unrest 但是這些通常對股市的影響 都是比較短暫的 不是的 如果你是好像 當年Black Lives Matter 那種暴亂暴動 就是大家很上街那種 就是說 還有你連續一兩個星期 都沒有結果公佈 可能要等大法官公佈 要他們開庭 又要大家互相告對方做假 你越拖得牆 和你的社會越不安 那股市就很不開心 就不喜歡 因為今年其實全地球都有很多選舉 歷來最多 很多不同各地的 unrest 法國就是一個例子 法國選完 你不放一個正常的總理 已經很不開心 很多地方都是出現了這些問題 所以現在激化的問題 是更加誇張的 這次選舉就是兩個極端的 如果你選一些去講 就是一個極左對極右 極左對極右 就是後面那些思想都是很極端的 假設你這些這麼黑天鵝的東西 小黑 不是很黑的 我們先有一個可能性 但如果不是的 都真是很明確先明的 怎樣的scenario 對投資市場最好呢 如果你發現 就快已經是有結果 確定有結果 還有是比較明顯的 比較沒有得爭 如果出來是五十三對四十七 這樣就算 什麼都買了 閉上眼睛 因為現在怕它沒有結果 還有怕它爭吵 還有怕它搞很久 只要有結果 那就可以了 我想說 因為很多大行 他們都無法提示 因為現在太近了 但是以高盛為例 最新的報告就是 最漂亮的就是何錦麗當選 一個說了事 然後民主黨控制了 一黨說了事 無論誰一黨說了事 都是最開心的 因為一定是財政又亂開支 減息又可以影響中央銀行 我不覺得只是民主黨 可能是偏民主黨 但是我覺得 就算你是共和黨 你特朗普贏了 一樣是可以亂花錢 一路是亂減息 所以我覺得 只要不要分裂國會 還有不要跟立工相反 就已經OK了 還有選舉的結果 最好最短時間 最好不要選舉那天才知道 最好11月3日 民調已經一面倒是某一個贏 那還好 可以早點買 不需要怕 不需要等的 但是你都會建議 可能看兩場的辯論 看兩場辯論 去到11月1日2日 你已經知道 究竟是不是一馬當先 還是叮噹 如果叮噹碼頭 你就自己坐在那裡 等一等先 那你有水晶球呢 你覺得是哪一個 和你會怎樣去部署 我覺得 你有沒有想過 我覺得真的會吵架 你真的會吵架 你真的會吵架 還有兩個叮噹碼頭 那就剝花生 看一看 因為兩個不同的候選人 雖然大家都覺得他們的政綱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你說特朗普 他最新出來的講話 就是我和賀錦麗很不同 我承諾低稅、低監管、低能源成本、低利率 以及低犯罪率和減少移民 但是賀錦麗呢 另一邊有很多他提出了一些 可能你解決了一些通脹問題的方法 大家覺得他很大膽 兼且是完全難以執行的 就是他無法兌現承諾的一件事 可能都是很安全地 繼續住拜登的原資政策 如果社會政策那些不要說 我講比較影響經濟和金融市場 我看兩個都OK的 以美股來計算 因為你看拜登過去四年 你不要管他真的去做還是不是去做都好 他精不精神都好 美股就升了歷史身高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的 那個問題就是 分不分裂政府 如果分裂了就沒有 因為分裂了國會另一個黨 或者兩個國會上的語言 差不多兩個語言去分開 又是不好 但是如果兩個都是一黨都贏了 都OK的 簡單來說 特朗普就是商業 商界優先 他減稅 商界別人喜歡他 你說賀錦麗民主黨 會不會那麼好呢 又不會的 我這樣就極左 極左的意思之下 最後就是派錢 派錢 如果有些人會消費 社會福利 派錢就是印差 都出了 它不是用企業的層面去推消費 它是用派錢的層面去推消費 對兩者來說 其實共通點 都會不停的細錢 財政的赤字都是厲害 沒錯 都是要減息 所以方向都是 美元可能會偏弱 然後債息方面 債會被人沽 可能債息會抽勝 會不會這樣呢 我覺得美金 理論上應該會跌的 以這樣的形勢 你財息開始又大了 減息又快了 但是因為現在跌到100邊緣 還有現在9月18日 不知道是25還是50 如果萬一是25 那些大會可以來和你做的故事 我減25減少 我反彈 就是夾一夾淡創 因為很多人被淡了 對 太淡見 他就夾一夾 等到9月中 他再對你下去就可以 所以美金應該是落 大小的基本因素是落 但是問題是9月18日那個減息 如果是25 小心彈一下 這個就是我覺得 那債息就難搞了 債息呢 因為你那裏這麼長的債息 你的短息又下來了 還有我們說 經濟如果進入一個 不是硬著陸才算 譬如軟著陸的經濟是 金髮女郎 2%先不要說3% 2%很低的增長 它應該有少少傾斜度 少少傾斜度 所以短的應該會跌多些 長的應該會跌少些 再加上我們剛才說的 財政赤字會影響發債 你的負債又多了 你的長息應該要多一些 所謂福險日價 所謂Term premium等等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你要買美債 就繼續買五年以內的 短年期 短年期一些 盡量 它一路減少 一路快一點 但是你說長的買不買得 都買得不買得多 我覺得比例上 那風險會在長的 如果你說美金的方向 都是可能反覆偏弱 但是短時間可能只是夾倉 相對應 今年很多人如果做黃金部署 都會害怕相反的效應 沒錯 我覺得金也要先被人劫一劫 第一金價去到今年這個時間 還升了兩成 你想想比特幣 比特幣最威武的時候 升到7萬多 不是一樣是被人貸貸 你不能不貸貸貸 這個市場到年底前 特別有這麼多事件 這麼多事件要發生 正常人都會貸貸貸 還有你再查過往 這20年的9月 或者8月9月 金價跌最慘的時間 都是8月或者9月 跌了兩次很厲害的 都是9月 我們回去查吧 是嗎?好 我回去找 九月是不老禮黃金的 所以要是就是 年頭會漂亮的 但通常 是 年頭會漂亮 我覺得可以等它一些RSI 無論是Wiki 周線或者月線的RSI沒有那麼高 跌回低 一、二百都不要緊 或者不要那麼衝 衝進去賣 可以冷靜一點 或者分段賣就不要那麼急 因為這麼高位就很容易被人去結倉 是 但是不是都是很有信心 黃金是這麼多種資產裏面相對 拿著是會比較 至少未來半年是適當的資產 我看未來五年 五年 未來四、五年 你想想財赤 通常會回來 主要就是美金財赤很厲害 現在35萬億了 每年都不知道一萬多億加上去 然後你還要減息 起碼你接下來六個月要減 十二個月之後不知道 你又減息又財赤 還不買 但基本因素這麼強勁 支持你買就更加要小心 好 讓它回一回先 繼續封你為黃金戰士 繼續爭持黃金 好 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 謝謝RVX 下次再來聊天 拜拜